這種就是 喔 比較複雜 那我還是一樣就會喜歡 把他們路盡量都弄在一起 我也不曉得這樣好不好啦 讓他去繞上面 感覺可以之後繼續往上繞 OK 這樣他這裡也會有這個 擺著他可以換位子了 這條也來了 想要讓他往上走 喔 這感覺可以留著 喔 有這個 喔 這不錯喔 很粗喔 你看有沒有 那一條紅色就被我們 逼得繞超遠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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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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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很耐用 所以巧克力要繼續玩軌跡 就是為了玩軌跡我們才這樣安排啊 欸對 這裡也可以繼續繞 好 problems 醬菜 好像這條路就走得很好 這一條 這一條 走上還是走這呢 走這好了 貼紙 可以零毒液 雖然正常不太會釀板 沒關係 可以剁一下 經過就被賭 走過來喔 有點危險喔 賺個錢 喔 它產生那個廢料塔 但廢料塔就是射完它就沒了 好啦 還換你們最愛的東西啦 爛特了 還有這一格 衝個鬼 這個很猛 現在是這樣 距離 這邊太佳了 好像這種 可以賺錢的 金錢強化 那個打 打倒的敵人 錢多多 我自己大概就是這樣 我自己的體驗是覺得 我自己的體驗是覺得 升級 塔還好 重點還是在於 重點還是在於 數量 數量要夠多 這應該是可以 這應該是可以 慢慢的往下 還可以再多繞一下 隨便哪 不要想太多 快 快KO了 有點小危險了 慢一點 來個毒 這裡比較少東西啦 你應該可以耍廢了 帶一個爛炮塔 好像是射28吧 28就會沒了 走得有點後面了 坐啥啊 坐啥啊 嚇我 因為那蜘蛛 蜘蛛很煩 它就 倒了之後還會再生小蜘蛛 所以就是可以不斷的往前推 新手的時候很容易就那樣子 倒了又站起來 然後往前推 嚇死人 你們最愛的骰子來了 喔 遙控骰子 點數骰到1的會重骰 讚 但認真玩的話 通常我不太會玩骰子塔 太賭了 然後這邊就是可以消耗這個魚禁石來買各種東西 因為魚禁石 你存這也不能幹嘛 獲得10%的錢 中毒傷害增加 這我之前比較少用 買一個看看 正常通常是買這裡啦 因為這個很強 黃冠就是一開始牌一定會在我們手上 然後就是冰的強化 確實可以 被怪物弄故障時 更快恢復 剩兩關 這樣我不知道 沒想到遊戲時間那麼長 我也簡單一下子咻咻咻就過了 來一樣把這邊路給封了 各位 哎呦兩個都拿到 空應該都沒問題 應該要讓他往外多繞幾下 這邊是 這樣走有沒有 太快了 讓他多繞一下 他樹都是可以會突破的 所以不用擔心 樹會怎樣 沒錢啊 沒錢啊 舒壓遊戲 塔房好像大家也都蠻喜歡 呵呵 正常家是不會打的 因為我們有那個 能力 我們有徽章 應該是會知道哪一個 忘記哪一個了 讓我們的塔也會打人 讚 關閉輸出傷 喔這之前好像沒有欸 Ctrl加左鍵 不能擦掉喔 唉呦 這個顯示在旁邊給大家看 咻咻咻 看到這種格子想要就 有點難巧 我們都好像直的啦 直的太多了 撲一塊好煩喔 撲一塊好煩喔 這個這個太厚了 唉唷可以放這樣 每一場就一顆好不好 第二顆不太行 想要玩一點別的 這邊好像可以放骰子 12點 最高20點 他距離很近 可以再骰 有點危險 這個塔是 敵人血越低我們可以打越痛 通常是放後面的 前面就可以放毒 沒錢啦 下面比較尾 下面再多放一點 超大一根 加速加速 簡單遊戲不要 想太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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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多 要看有沒有一格的把把怪拉過去一點 補一些 這邊放 東西太滿的話就可以蓋出去 這邊是石頭沒辦法 沒事這裡還可以 亂蓋 看看這個 應該蓋轟硬一點 滿滿廢料 這一條沒怪了 好 這邊很好吃喔 範圍加一 咬住 去咬人 去咬人 蓋得蓋一點 你幫幫你